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哥哥叫大鼠 大鼠小时候发烧 人活过来了 脑子却烧傻了 爸妈带他瞧看了不少大夫 人家都摇头 属于大鼠读书的机会 就这样落到了我的身上 村里读书的女娃本就不多 光读书还不干农活的 掐着眼术 也就我林小涵一个了 每天放学 我都能瞅见我哥在村口等我 他歪着个嘴 左手溜 右手七弟向我走来 妹子 回 回家了 他有时会忘记我的名字 但每次都能认出我的脸 同学们喜欢笑话他 围住他喊傻子 雨后的泥土早已松动 抓到手里就是个泥巴团子 哥哥的衣服上被扔了不少泥巴 还以为同学们在跟他玩呢 我气得拿大石头丢向那帮小毛孩子 给他们都吓跑了 校长路过 皱起了眉头来 你这个小丫头 还怪厉害的嘞 你这个老头子 活得还怪长的嘞 回家后 我妈拿着瓢 在后边追着我 一边喘 一边骂我是个不省心的怨种 那老王头 是高村长的老丈人 你吃了豹子胆了 还敢说他 我妈总是那样 不向着我 更不向着我哥 在他眼里 不让村里人说闲话 老老实实过一辈子 才是乡下人的正道 但是没事 我会护着我哥 哥 你别怕 有我呢 大鼠还在给我摇姓 妹子 啥 啥叫怕呀 他一边扶着树干 一边挠着头问我 怕这个字 他好像不太懂 我摇头叹气 只盼着自己长得快一点 秋收的时候 大伯母来了 看着我在院子里 交哥个认字 一脸地瞧不上 小韩啊 你大鼠哥的脑子坏了 学不会了 村里重男轻女 大伯母 因为生了四个儿子的 丰功伪绩 差点都要进祠堂了 仗着我爸老时 他家没少占我们的便宜 随着四个儿子们 渐渐长大 大伯母越发吃不消了 秀玉啊 你家大鼠坏了脑子 你可得早做打算啊 啥打算 对付活着呗 又不能给他换个脑子 我妈洗着衣裳 头都不抬 前年奶奶死了后 我妈的日子 总算熬出了头 老时的爸爸 被妈妈拉回家了 不再给大伯家 做便宜劳工了 他随着村民出外打工 辛苦半年攒下的钱 比大伯家 三年给的都多 失去了免费的劳动力 可急坏了大伯母 他没事闲着 就往我家跑 企图学着我奶的 那套继续忽悠我妈 咱们都是实在亲戚 只要过季 我家小四到你家 不就得了 这样你就有好儿子养老了 小韩总归是要嫁人的 堂兄弟 才是大鼠的指望 何况小韩要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小心他带着彩礼自己跑了 刚洗好的衣服 直接被我妈提了起来 甩了大伯母满脸的水 嫂子 你说那么多话 不可呀 大伯母气呼呼地走了 国庆的时候 爸爸也回来了 他抽着自己做的烟叶 乐呵呵地给我和大鼠分东西 妈妈收拾完了倒鼓 已在门框上瞧着我爸 你还有心思乐 你知不知道 小韩明年就上初中了 昨天开大会 村长说 能上初中的孩子实在太少 村中学办到年底就散了 我打听过了 要想继续攻他 就得去县城里念 小学的王校长和村长是一家人 升学率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此时我爸正抱着我 细心地教我怎么打开一拉罐的盖子 那就去县城 反正我现在也挣钱了 我闺女得继续读书 我妈立刻皱起眉 大声道 你说得到轻松 住宿费 生活费 解毒费 加起来要多少钱 你知道吗 才过两年好日子 你就要把钱都搭给一个万幸人身上 你舍得 我还不舍得呢 脸上沾着妈妈的唾沫星子 我乖乖地从爸爸的怀里窜了下来 我知道他又要跟我爸干账了 赶忙拉上还在旁边研究糖纸的大鼠 一起溜出了屋子 门还没关眼 我妈的大嗓门就吼了起来 他骂了好多人 骂着骂着又委屈地哭了 爸爸抽着烟 许久也不敢搭话 别的人不来往就好了 嫂子毕竟是我们邻家的人 你让让他吧 都让我让 谁让我 你这次回来 不许去大哥家了 上次他们借走的钱 还没还呢 我知道 爸爸是诚心 答应我妈的 无奈道高一尺 魔高不知多少账 隔天 大伯父就开始装病 躺在床上 寻死觅活的 大伯母趁着我妈出去卖粮 拉着我爸一顿卖惨 等我妈反应过来 我爸半年的工钱 已经成了 我堂哥的会亲费 他们也实在是困难 这是最后一次了 秀玉 我发誓 反正这钱 是你们邻家的 你爱给谁给谁 我管不着 妈妈气哄哄地走了 爸爸又在抽纸卷烟 大鼠也不知道 跑到哪去了 我凑到我爸的身边 小心翼翼地问道 爸 大伯得的是什么病啊 哎 穷病 穷病是没药治的 大伯家唯一的续命药渣 就是我那老实的爹 我爸未必看不透 大伯的把戏 只是那一句 我可是你哥呀 始终是他抵不过的魔咒 傍晚时分 我妈和大鼠一起回来了 大鼠的耳朵被我妈拧着 嘴里还笑着 我真是造了什么孽呀 养了你这个傻儿子 刚给他缝好的新衣裳 转天就到河沟里去铺腾 又沾了一身的脏泥 我真是欠了你们老林家的了 没一个能让我省心的 我爸连忙上前去给我妈搬椅子 接着她的话查讯了 哥哥两句不是 大鼠都怪你 给你妈都气坏了 秀玉呀 饭我都做好了 我是用城里的花生油 给你炒的辣子 你尝尝呗 饭桌前 我们一家人做得整齐 奶奶在的时候 桌上没有我们娘撒的位置 爸爸会在回家后 再将藏好的辣肉掏出来 给我们开小灶 吃完了饭 我妈又犯起筹来 大鼠快十六了 我打听了好几个师父 可他这个样子包吃住的学宫 都没人要他 还有小韩 他的卷子次次都是满分 那个天杀的老王头 就是为了给村长挪地财 我爸的头低得更深了 秀玉总会有办法的 我一定能养活起大鼠和小韩 这时碗里多了一块肉 那是哥哥费力加给我的 筷子对他来说有点难 他歪着头 因为这次的成功露出了害羞的笑 我 我能养活我妹 我能 哥哥幼稚的话 立刻引得妈妈侧目 爸爸也笑了 行啊 才半年不见 大鼠都会说暖人的话了 暖什么人 还不是你嫂子总来 他顺嘴学的 都是唬人的 村里人都知道 哥哥连学都念不来 根本没人会指望 他能养家 几张零碎票子被哥哥从裤兜里掏出来 上面还沾着干了的和泥 这钱是我的 都 都给我妹 以后 我 我养她 盯着那钱 我们三个都愣住了 还是我妈反应快 你哪来的钱啊 是不是偷别人的 秀玉 你别着急 咱家大鼠干不出那事 妈妈摔大的手被我爸拦住 大鼠的脑子确实干不了偷鸡摸狗的事 我摸泥丘 换的 哥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小声解释钱的来源 村里常有收泥丘的 不少人以此换钱 这两年的河泥里无故多了水质 摸的人才渐渐少了 难怪大鼠一身的河泥 嘴上责怪着 饭后 我妈还是拉着大鼠出了门 听说她跟收泥丘的大吵了一架 那人瞧出了大鼠的异样 二十条泥丘 只给了她一半的钱 傻子的钱都蒙 你也不怕段子绝孙啊 经此一吵 村里叫大鼠傻子的更多了 后来 哥哥在卖泥丘 我都会跟着他去 以防别人坑他 这天才换了钱 卖泥丘的立刻叫住了我 你是这傻子的妹妹吧 你叫傻 我哥不是傻子 他有名有姓 叫林大鼠 你多大了 念书了吗 收泥丘的话越来越多 我钻着空子拉着大鼠就跑 我讨厌他 他坑过大鼠的钱 不是好人 隔天大鼠刚出门 就被我喊住 今天河里没泥丘了 抓不到了 带着他绕了一小圈 又从后门回到了家 厢房的窗户有点高 我跳了半天 也没够着 妹 你踩我 上去 大鼠也不太懂 我要干啥 只是乐呵呵地蹲下了身子 小心踩上大鼠的肩 我终于打开了窗檐 观察着院子里的几人 是大伯母 他拉着收泥丘的男人 俩人一起进了我家 手里还提着东西 弟妹啊 看我带谁来了 别说嫂子不疼你 你那孩子可没白养 大兄弟看上你家小韩了 他想给他儿子订个亲 彩礼都好说 当初捡了那孩子回家 咋劝你都不撒手 现在可算看出点用途了 有了大伯母的帮衬 男人也主动介绍起自家的情况 大姐 我那儿子除了不能说话 别的啥都不差 年后 我打算给他们小两口 开个水产店 小韩能帮忙张罗算账 那小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除了定下的彩礼 以后每年我还给你加点分红 你看咋样 脚下还踩着哥哥的肩膀 我没继续听到我妈的回话 可我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不是爸妈的孩子 记忆里的某些瞬间 一下子都理顺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妈一直在夺我的眼神 角落里放着早上对方带来的礼品 妈 那些东西哪来的 不归你管 别偷吃啊 她还是收下了 妈妈打我骂我千百次 我依然不信她会拿了我去换彩礼钱花 摆在角落里的礼品 像是一颗定时炸弹 时刻拉扯着我紧绷的神经 放学前校长亲自进门 在班里发了报名表 准备考初中的拿回家给爸妈签字 一定要看完单子上的内容再签 报名表上罗列着各项费用 没有一笔是小数目 本就慌着的心 没底了 近来卖泥丘的不敢蒙大鼠了 她再没来学校接过我 回家的时候 我瞧见了好久未见的小姨 姐 听说你家大嫂 要给小韩介绍婚事 几乎是下意识的 我躲在了门口 开始偷听她俩的话 做她娘的美梦 真成了这门亲事 那娘们肯定有好处 我养大的娃 就是烂在我手里 也不能给她半个子的好处 压在心底好几日的大石头 终于落地了 泄了气的身子软绵绵的 贴靠在了门后 瞧了一眼手里的报名表 我终于是有了一点底气 院内的小姨也乐了 还在附和着我妈的话 对吗 小韩还是得嫁给大鼠 将来一并伺候你们一家 说那么远干吗 我们不用她管 她能好好照顾大鼠就成 放心吧 姐 这俩孩子从小青梅竹马 你这个婆婆妈坐定了 行了行了 东西你拿走 你家男人不是伤了腿吗 给她吃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只知道拼了命地跑 躲过了提着礼物的小姨 蹚过了大鼠抓泥丘的小河 穿过了人头船洞的村落 跑进了传说中藏着野兽的山里 茂密的树遮住了天 暴雨模糊了前行的路 几声隐约的呼喊 吓得我疯狂地奔跑着 跑了不知道多久 我找到了一处山洞 在这里 我平静了下来 今天的我终于明白 嫁给哑巴或者傻子哥哥 原来就是我妈一句话的事 村里的亲生女都躲不过的结 我这个捡来的孩子 又有什么特殊的呢 清晨还没到 就有人发现了我 睡梦中有人疯狂地摇晃着我 妹子 回 回家了 山洞不是我的家 我躲不了一辈子 下山的时候 大鼠掏出自己摘的果子 非要我吃 给 没毒 可 可好吃了 哥哥对我的好是真的 大鼠 你 能一辈子都当我哥吗 我就是你哥呀 妹子 你咋也傻了 我眼眶泛红 重重地点了点头 回到家后 我妈早已经蹲在门口等我 她抄起扫帚就开始抽我 一下鼻下狠 大鼠都拦不住 你这个怨重 你咋不死外边呢 这次我没躲 躲得了我妈的打 躲不了我早已注定的命 自从我妈聚了大伯母的眉后 她开始肆无忌惮地在村里乱传话 李秀玉是真不贤心啊 给自己的傻儿子搞了个童养席 他日夜盼着自己当婆婆妈呢 有人开始在背后说我是捡来的 他们甚至给我起了个外号 傻子的小媳妇 过年的时候 不知情地我爸乐呵呵地回来了 几个碎嘴的小孩 让爸爸听到了关于我的外号 架不住我爸的追问 我妈将大伯母 给我说没的事讲了出来 直到初五 我爸都没去大伯家走动 大伯母没有如愿 拿到我爸的红包 挨不住自己上了门 嫂子 有功夫照看下自家孩子 别总盯着 我们家的事相看 一向周到的我爸连坐都没请 就下了逐客令 老大媳妇才过三个月日子 就被你打跑了 你咋不去找找呢 还有你家小二 设备区抽烟又被厂里开了吧 当初你非逼着老三上高中 数学才拿十几分 你不想想法子吗 至于你家小四 给你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我真过忌了他 算哪门子亲戚 成了亲戚二十多年 我爸第一次对大伯母家 说了狠话 老实男人对起人来 也挺厉害的 大伯母的脸色难看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扭头回家了 初六一过 我爸就准备去上工了 钱他自己一分没留 全交给了我妈 你拿着让小韩去念书 不够得我在想法子 不善言辞的爸爸给妈妈倒了一杯酒 秀玉 以前是我不对 让你受委屈了 我妈白了流泪的男人一眼 加了一个肉丸子到对方的碗里 城里待久了 说话酸得溜得 有了爸爸的话 我如愿上了初中 村长的儿子高子坤又留了急 这次竟然跟我分到了一班 进门的时候 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哟 这不是傻子他妹吗 能来念书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装作听不见 好在老师来了 及时维持了纪律 摸底考的卷子 发了下来 上边的提议点 也不难 公布成绩那天 老师挨个点名 重新排位置 林小韩 你做第一排 老师和善帝笑着 将98分的卷子 发到我的手上 村长的儿子 高子坤不情愿地 拎着书包 将他刚捂热的凳子 让了出来 坐到了后边 日子长着呢 你给我等着瞧 没了能提前 给答案的校长老爷 高子坤早就录了原形 学期末 我打败了城里的学生 成了稳稳的全校第一 老师亲自带着 我去了校长室 校长跟我说 从下学期开始 学校会免了 我所有的费用 林小韩同学 不要辜负学校 对你的期望 拿着学校奖励的米面 我美滋滋地回了家 可这一年的冬天 我家过得并不痛快 爸爸打工的地方 出了事 工程被破散了 城市不再大兴土木 我爸算是彻底失业了 家里没有去年冬天的热闹 我带回来的米面 被我妈拿到集市 换了更耐吃的粗粮 盯着村里的烟囱 我爸默默地抽烟 笔石村长已经占了村中学的地 建起了工厂 他忽悠着村民去打工 被地里却客扣大家的钱 塞自己的腰包 纵使这样 依旧有好多人争抢着要去 做工总比重庄稼划算 我不懂我爸为啥不去 更不懂我妈为什么也不劝他去 日子就这样沉闷地过着 唯有大暑始终如一 她时常来拍我的门 变着花的想给我搞点吃的 妹子 妹子 有吃的 她脸上的笑容 仿佛是家里唯一的阳光 心无旁骛的 我更加努力学习 村长带着东西来看儿子 一眼就瞧见了大榜上我的名字 他假惺惺地将我和高子坤一起叫出来 非要在附近的饭馆请我吃饭 我想拒绝 架不住他的手格外有劲 热气腾腾地菜一倒到地上 高子坤的筷子就没停过 小韩快吃啊 村长把肉断推到我的面前 你在村里的时候 子坤他姥爷就说了 你这女娃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子坤你别跟个饿死鬼似的 以后多跟小韩学学 高子坤吸动着嘴 望向我的眼神是阴狠的 对于村长的话 高子坤显然有另一番理解 以后考试卷子你写我的名 把你的分给我 期中考试后 两张写着林小韩的卷子 被贴了出来 巧了 两张加起来正好是满分 高子坤被请了家长 梁子算是跟我彻底结下了 好在学校还有老师护着我 他不敢做得太过分 初二那年 我爸在村市集资了个摊子 他小时候学过一点手艺 能做唐膝和唐化卖 平日里生意一般 过节的时候会好一些 我妈也去承包了进场工人的地 日子还能过得去 老师跟我说 我的成绩上重点的三中没问题 那到时候还能免学杂费吗 小韩 咱们是普通中学 本来就没啥收费 三高里藏龙卧虎 能去就是好出路了 小韩 做人要脚踏实地 稳扎稳打才对 老师说的话其实很真 就是他不晓得 对于我来说 考得上不等于念得起 初中的日子 转眼即逝 等我出了考场 才反应过来 回村的客车晃荡着 竟然已经能开进村子了 窗外立着新路的牌子 上边有村长高建的名字 真会装 这路上哪个石子 是他高家自己出的 明着半场子 被地里坑老百姓的钱 高建这个村长 比周八啤还不是人 谁叫人家是烈士的后代呢 跟郑苗红的 起步就比你高 当年的事谁说得准 半大孩子的话也能信 乘客的话我听得断断续续的 困意催促着我闭上了眼 高建他爸是烈士的事 我早就听意味了 好像是快四十年前 他爸那时候还是老村长 下河救了一个落水的外村孩子 结果水流湍急 老村长和孩子一并没了 老村长被追为烈士 后来高建竟然也接了父亲的仕途 成了新的村长 同穴不同源 同宗不同心 高子坤蠢笨如牛 一定没继承他爸的奸诈 成绩很快出来了 高子坤没考上 本村唯一的录取通知书 在我的手上 村里人有来提亲的 都被我妈对了出去 我家妹子都上重点高中了 你们那些村小子配不上 我妈笑得牙花子都录了出来 大伯母逢人就说 我妈黑心 只打算便宜自己的傻儿子 初中这三年 我没怎么见过大鼠 有时候我躲着他 有时候他陪着我爸出摊 我忽然发现他高了许多 不像以前一样傻跟着在我身后了 曾经的零食变成了集市里的小玩意 默默堆放在我的门前 直到我妈开始骂骂咧咧给我数钱 我才终于安心 真是给自己养了个愿重 以后你一定得找个彩礼多的 否则我可不点头的 临近开学 高子坤堵住了进村买文具的我 你那录取通知书就是张白纸 考得上你也念不起 高子坤你就是嫉妒 我嫉妒你干啥 你就是个野种 你再乱说 我撕烂你的嘴 在高家的路上 高家的儿子被我揍了 儿时的花拳绣腿 裹满了积压的怒气 变成拳头挥到了高子坤的脸上 没过几天 高子坤他妈就拉着他 一起到我爸的摊子上耍横 当时摊子上只有大鼠在 高子坤立刻又像小时候一样 逗愣着大鼠 林大鼠 你傻人有傻福 马上要娶个高中生的妹子当老婆了 你胡说 我 我不娶老婆 谁胡说了 林小涵不就是你老婆吗 你俩本来就天天睡一个被窝吗 嘴见的高子坤又挨打了 高子坤的妈拉不过我哥 直接砸烂了我爸的摊子 滚烫的麦芽糖糊在了大鼠的脸上 烫红的脸有些猙獰 他依旧压着高子坤重复着那句话 不许胡说 那 那是我妹子 这是彻底闹大了 高家有手段 非说高子坤伤了脑子 要告大鼠 爸妈急忙拉着大鼠去高家道歉 家里人一直瞒着我 偷偷赔了钱 一直等到十一假期我回家 拿出了新的缴费单子 望着上面的数字 我妈实在忍不住 跟我说了这件事 小韩 你要还有点良心就别念了 再念下去 你爸就不只是丢脸了 内疚得我低下了头 是啊 做人是要讲良心的 我就是个孤儿 爸妈给我口饭吃 已经够仁义了 曾经的同学不是在帮家里的活 就是进场赚钱 还有的已经许了人家 过上了日子 只有我 还在靠爸妈和大鼠养着 爸爸和大鼠在比时回了家 刚好听到了我妈的话 秀玉 你胡说啥呢 从不说狠话的她 直接喝住了我妈 背了一天 篮子的老手揽过我 轻轻擦掉 我脸上还热着的泪 小韩 咱不听你妈的 书要念下去 一定要念下去 当年我就是吃了没有学问的亏 才没能给我三弟讨回公道 晒黑的脸上 一双眼睛小又亮 你就是我的仔 千万别走吧的老路 浅浅的眼窝请客 便被泪水再次充盈 瞧了我十五年的双眸里 藏着深深的期许 坚定中闪烁着光 爸爸抽了好久的烟 最终做了个决定 他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打黑工 生意不好做 我早晚要找出路的 即是三天两头出岔子 惹到了村长家的人 虽然赔了钱 表面上这是算是过去了 但他们背地里 其实没那么大度 我妈还想说反对的话 对了 我摆摊的时候 认识了个师傅 她愿意管吃 助教大鼠手艺 那个铺子李小韩的学校蛮近 他们兄妹还能做个照应 秀玉啊 两个娃都会有自己的日子 咱赔不了他们一辈子 小小的院子里有人叹气 有人屈服 做了学徒的大鼠 还是冒着傻气 总被那些师兄弟使唤跑腿 她干不了接待顾客的活 只能努力做点杂事 大鼠吃得最少 干得最多 渐渐得到了师傅的赏识 这些事都是我听我妈说的 你哥呆的那个地方 什么人都有 你这样的学生妹可不能去 大鼠从来没有找过我 清晨跑操的时候 我总能看见一个人 隔着校园的围栏站着瞧我 等我走近了 那人就会以一种 很奇怪的姿态跑开 高二的时候 我忽然被赶出了宿舍 寝师的同学说有贼 隔天 遗师的钱包 竟然出现在我的柜子里 我大喊冤枉 说是别人诬陷的我 老师却反问我 为什么人家不针对别人 只针对我 得知消息的妈妈气冲冲地找来 她扯着大嗓门就开始骂 不就是我家妹子 没报你们老师的补习班吗 二百块一节的课 不是要我们庄稼人的命吗 你们到底是育人还是宰人啊 这里是学校还是赌场啊 教务主任第一次遇到如此反骨的家长 气得脸红脖子粗 她支支吾吾地警告我妈 再乱说的后果就不只是收回宿舍了 林小涵 你妈太激动了 给你放假三天 带你妈回家平复下心情吧 文理分班考在即 放假等同于停课 我只得奋力拉着我妈 才将她带出了学校 不远处 蹲在墙角的大鼠正等着我们 直到我拉着我妈走过去 她才敢站起身来 大鼠的老板很好 听了我的事后 允许我跟大鼠一起留在店里 反正晚上也是大鼠看店 他们兄妹不嫌疾就行 收拾完行李 大鼠带着我去了她 每晚睡觉的地方 街角吹着口哨的小子 染着五颜六色的黄毛 时不时地朝着里边扫一眼 这边是个家电修理铺 旁边都是各色不起眼的小店 对面的发廊闪着粉色的光 里边没有一把推子 坐着的都是穿着清凉的姑娘 所谓跟我学校离得近 走来也有十里地 深秋的风瑟瑟的 吹得人格外荒凉 怀里揣着我妈留下的钱 她跟我说还得继续在学校吃饭 不是还留着你继续念书吗 睡不着便宜的宿舍 至少得吃上他们的便宜饭 我妈根本不知道 学校的饭一点也不便宜 不过是我一天只吃一顿 造成的假象罢了 维修部不大 二楼有个简易的折叠床 勉强算是能睡觉的地方 我占了大鼠原本躺着的位置 比我高出一个头的他 只能窝在一楼的破沙发里 他迅速整理了自己的东西 下楼的时候依旧在乐 陌生的环境让我难以入眠 空气里充斥着零件散发的金属味 没有帘子的玻璃窗根本打不开 对面不灭的美粉色光源 照在了我的脸上 对比暗藏杀鸡的寝室 我说不上哪个更糟 折腾到了午夜过后 我还是睡不着 捏手捏脚递下了楼 沙发上坐着的人吓了我一跳 厕所在后街 那边黑 大鼠还穿着白天的衣裳 站起身来挥动着手指 妹子我陪你不怕 大鼠误会了 我不能辜负她的等待 刚下过雨的路面还湿着 比烦闷的屋子里强上一点 不管我走得多慢 大鼠始终跟着我 街上的人有认识她的 笑着点了个头 大鼠这谁呀 我妹子妹子 她自豪的神情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心底一暖 我也跟她闲聊起来 哥 你现在会修什么了 刚学 师父还不让 不让上手呢 我鼓励了大鼠 等你什么时候学会了 把咱家的老电扇修修 夏天太热了 嗯 行 停学的最后一天里 大鼠搞来了一辆破自行车 妹子 学校远 以后骑 骑车去吧 绕着车看了看 随即我摇了摇头 这车太高了 还没有锁 只有男人才能骑 妈说 大鼠现在每月 能有几百块的补助 车子蛮旧 保不准又是谁坑了她的钱 整个下午 我都没再看那台车一眼 但愿我的不在乎 能让大鼠死了这个心 维修部不缺闲置的闹钟 我掉了一个赶得上的时间 便躺在小床上准备睡觉 后半夜 外边传来摔倒的声 还有男人忍痛的闷横 街上不乏打架惹事的 才三天 我便已经能忽视掉声音入眠了 清晨的闹钟响起 我迷迷糊糊起了床 早餐铺子已经开门吆喝 我却没有多余的钱 去买一碗热粥 第一次从这么远的地方去学校 我要坐好等不到公车的准备 大鼠不在一楼 脸盆里的水冒着热气 心里生起一丝暖意 寝室的同学都不爱早起 为了被鹰鱼每次我都只能跑到操场去 在大鼠这里 我倒是自在了许多 卷帘门半开着 我小心翼翼地钻了出去 自行车靠在墙边 已在车座上的男孩 垂着脑袋 合眼打着瞌睡 哥 疑惑地我上前轻推大鼠 他立刻打了个冷战 站直了身子起来 啊 你醒了 几乎是下意识地 大鼠握住了车把 坐上了车 妹子 我 我送你 我昨天学的自行车 放心 摔 摔不着你 前几天吹着口哨的男子亲身作证 诉说着自己昨晚被大鼠骗去练车的惨况 可是摔不着你妹子了 我的屁股差点开了花 我笑着笑着 眼眶红得更厉害了 这个傻大鼠 十里路说长不长 大鼠用力骑车 骤起的速度带来了一丝凉风 头青靠在大鼠单薄的后背 抬眼望去 竟像坐小山一样 东街三九 下送三福 刚开始的时候 大鼠都会在校门口外的那条路停住 他不说缘由 只是会隔着人群盯着我进校门 后来我问得急了 他才挠着头不好意思地承认 我 我怕 我这样地给你丢人 可哥哥 我明明是喝着你这样的骨穴长大的呀 任我怎么解释 大鼠就是始终跟我隔着一条街 他笑得更灿烂了 每次招呼我的时候 手摆得更大 升入高三那年 新校长按力给每位尖子般的新生带了红花 他在动员大会上只亲自念了我的名字 或许多年以后 你们才会明白高考在人生中的意义 但是有些人生活让他比你们更早懂了 台下已经看不到教务主任和班主任的脸 听说两人一个被调往了偏远山区之教 一个被教育局撤职 上天还是眷顾我的 努力换来的回报 不只是成绩 大红花我给了大鼠 他戴在胸前 骑着那辆粉红色的车子走街串响 好看吗 我 我妹的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妹的 都是你妹的 耳朵初简的邻居被迫回应着 那句像是骂人的话里充满了无奈 大鼠的兴奋终结在那年的十一月 黑矿场他放了 我爸大难不死 拉出来的时候还喘着气 后来听大夫说 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黑乎乎的 负责人早已经跑路了 矿上死伤太多 有些事根本不是钱能解决的 火车上我妈哭了一路 他逢人便接电话 只求能知道我爸的消息 急救室里不止我爸一个患者 电话都被打爆了 他们等不及我妈到现场 为了能保住我爸的命 最后还是给我爸结了枝 结枝只是第一步 后续还有很多的手术 可以有的账单 足以让我妈的心塌了房 他打了好多电话 求了好多人 我和大鼠知道了消息 连夜坐了火车去了爸爸所在的医院 见到我们兄妹二人 妈妈第一次没有吼 大夫说人随时会没 我做不了主 现在你爸被关在一个屋子里 我也见不到他 ICU不是不让见 就是时间太短 扣在氧气面罩下的 我爸躺在床上 身上插满了管子 第二天 几年不曾见面的大伯母 揣着一包厚厚的钱来了 妈妈的膝盖差点就软了下去 直到大伯母开口说 村长家的公子跟小韩是同学 知根知底的正合适 这些钱能救孩子爹的命 就当是彩礼了 而且人家高村长可是说了 以后大鼠取亲的费用 他们也包了 弟妹呀 养了他十七年了 该舍得了 平日里面目可憎的大伯母 今日演得情真意切的 我妈和我都沉默了 爸爸现在还挣扎求生 即使不死人也是半惨 今后的家全靠我妈一人撑着 残疾的老公 智障的儿子 还有一个念高中的养女 日子会有多难 我都不敢想 学校已经免了我的学杂费 我还可以吃得再少一点 书是一定要念的 高子坤只要打不死我 我就是爬着也要重回校园 每个人都想为了自己最在乎的事拼一把 谁都没错 爸妈苦难的长河里挣扎太久了 接下来换我来吧 短短几分钟 我就想了无数的方案和结局 我妈却没有遂我的愿 厚厚的纸袋始终留在大伯母的手里 嫂子 也许我男人扛不住了这一遭了 你既然来了 代表大哥最后看他一眼吧 也算邻家 有人送他上路了 大伯母惯用的哄人假笑 没来得及收 配上我妈的话 显得诡异极了 好啊 你硬骨头是吧 行啊 我就等着看你 还能折腾出什么来 都说好人有好报 当地的政府接下了这个烂摊子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爸爸躺到了开春 人才回了家 安置好了我爸 妈妈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忙农活 爸爸空荡荡地裤管里藏着一根简易的甲枝 大鼠前辈子应该是个木匠 做得还蛮像的 反正我也累了半辈子 按照城里人的话说 正好提前退休养老了 黑了几十年的脸 也开始慢慢变白了 面对我爸的乐观 我不知如何回应 只能将碗里的肉重新送到他那里 百日逝世大会 学生们放飞了自己的许愿气球 操场上别人都有家人陪着 我孤独而又坚毅地在气球上 写着我那不着边际的期盼 时间求求你快一点过 家人太苦了 我该长大报答他们了 现在回家 我再也听不到妈妈的唠叨 她有干不完的活 骂我也成了奢侈的活动 彼此沉默中 我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时刻 收拾完最后一本书 大鼠的自行车早已经停好了 高考前最后的休假 我格外想要见见家人 妹 车子个屁股 我送你去车站 大鼠的话说得比以前力所多了 我笑着点头上了她的后座 班主任问了好几次我的志向 我想救大鼠 也想治家里的穷病 学医还是报金融 让我困扰了许久 只等到菜凉 我妈才卖着疲惫的步子回了家 不是快考试了吗 你回来干吗 走走走 我一天忙得要死 哪有时间管你吃喝 我妈推着我 又将几张票子塞了过来 找个凉快的地儿住 没考完不许回来 拗不过我妈 我只能坐上了回去的客车 好在 我赶上了最后一班 先去了大鼠的店里 大鼠他们去进货了 店里没什么人 我洗了个热水澡 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 准备迎战明天的高考 刚洗完澡坐在屋内擦头发 就看到高子昆丰了班冲了进来 我想关门 却被他大手一横 然后我被他甩到床边 又重摔在地 大伯母来医院说没的时候提到过 高子昆初中毕业后 一直在拳馆当教练 准备考试了呀 我堂堂村长儿子都没资格去上大学 你一个瘸子的女儿 傻子的妹妹凭什么呀 擦头的毛巾被高子昆从中间扯开 孤注我的手腕系在了床杆上 这就是全校第一的妞啊 干巴巴的也没比发廊的强多少啊 抽出来的皮带成了鞭子 抽打到我的身上 夏日单薄的衣服经不起折腾 已经有了残破的迹象 嘴巴里塞着某人的臭袜子 我绝望地想要做偶 就在高子昆准备对我伸手时 门口传来大鼠的一声怒喊 别 别碰我妹 大鼠死命地扑了上来 两人扭打到了一起 有人已经报了警 楼下的警笛响起 大鼠不顾被打肿的双眼 爬起来帮我松绑 哥 我怕 我好怕 不怕 有哥在 紧闭着双眼的我 死命抱住了大鼠 那个单薄的脊背 是我最后的依靠 我太怕了 所以我没看到 随后爬起来的高子昆 还有他手里握着的刀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三十个小时 我的手腕开始贩子 大鼠死了 白布揭开了一瞬 在爸爸含泪点了头后 又合上了 妈妈得知消息的时候 已经晕了 职业班的女警 给我递了一杯热水 妹妹 另一个人 她侵犯你了吗 我摇了摇头 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那好 等下换个衣裳 你的衣物 可能会被留作证据 女警姐姐 用最快的时间 做了笔录 随后 又跟警署做了申请 鉴于我的情况特殊 他们将我安置在了一间空闲的宿舍里 他们告诉爸爸 大鼠的事还不能定性 尸体暂时不能带走 是高子坤杀了我哥呀 为什么还不能定性 把那个畜生抓起来呀 警察办案要讲证据的 法律不是儿戏 不是你一句话 说抓谁就抓谁的 哥哥出事后的第十二个小时 我见到了村长 他将我爸和我叫了出去 在酒店附近的饭店订了一个包厢 老林啊 你别太倔了 你那个傻儿子本来就不中用 何必要搭上我家的独苗呢 条件随便你开 小韩以后的书能不能念下去就看你了 饭桌上的酒杯叫我爸砸了 喷溅的五粮液让村长发了狠 他逼近我爸 盯着他的眼睛 别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 要你邻家人死 就是我高见一句话的事 当年你三弟被我推到河里的时候 你也叫嚣着讨公道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公道要给狗吃了 付不起的饭菜 我们妇女一口未动 只买了一个五块钱的盒饭 爸 高见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还有三弟 小韩 一切的事等烤完是再说 咽下了那口饭 我点了点头 大鼠已不在 小韩还要加油 被警官护送到考场的 我格外引人注目 别忘了写名字 监考老师盯着我那圈 清晰地勒痕 好心地提醒道 考完最后一科的 我第一个冲出了考场 记者在后边 追着问我的感想 我连头都没有回 警局里 高子坤 一口咬定 跟我是情感纠纷 先动手的人 也是林大鼠 他就是等着我去睡他的 那个林大鼠和他妹 搞仙人跳 价钱没谈拢财 跟我打起来的 谁知道他们干几回了 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倒霉的 陆续开始 有人出来指证我 曾和大鼠一起做过 类似的骗局 就在那个小修理铺 我差点就被骗了 那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警官 这事儿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总之 我人没事就算了 真相几经反转 变成了无证之罪 一个月后 警局通知我们 取走大鼠的尸体 立坟的时候 我烧了那个空调的快递袋子 哥 我考上的大学离家很远 离工到很近 等我 大学四年 我的专业课 一直是前三 导师开玩笑 问我是不是法学世家 不是 但是我家里人 还有命案没翻 导师听了我的事 很重视 在他的帮助下 我前行地路宽了许多 准备起诉前 导师语重心长地 跟我说了最关键的一点 新的证据 才是起诉的关键 这点你应该清楚 几经打听 我拿到了那个关键的地址 我连着一周亲自登门拜访 终于说服了没做伪证的目击证人 扶了你了 开庭的时候通知我吧 再次起诉的是 很快传到了村长高建的耳朵里 如果没有我的捣乱 被判防卫过当的高子坤 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 熟悉的包厢 这次换成了我的主场 村里近几年一直在办拆迁重建 高建这个村官当得越来越肥硕了 装满钱的盒子 比假惺惺的五粮液真值多了 小韩 说到底咱们差点成了亲家 你跟钱过不去有意思吗 村长 你当年把我爸的三弟推进河里 你的亲爸还直到下河去救人弥补 还混了个烈士的名号 子孙受益 简直可笑 我对他 怎么你现在为人妇了 却只会教儿子坐监犯科 颠倒黑白 不知忏悔 你干的坏事太多了 给大舅割多话的地 匡骗村民投资的烂股 多年收集的证据摆了出来 换来高建不屑的一笑 呵呵 说完了 抓起桌上的文件 高建随手抽了一张 捏成了团 你这都是废纸啊 给我看什么 老子有权 我说你在哪儿 李就在那里 扣在桌面的手机 也被他拿了过来 朝着桌角砸了下去 还想录音啊 小丫头骗子 嫩得要死 装什么孤胆英雄 别怪我没警告你 我能撵死 你们邻家人两次 就有第三次 高建耍完了微风 拂袖而去 他听不到我说的那句话 天不会一直是黑的 藏在墙角的手机 被我卸下 直播间的人数显示 已经冲到了十万多 弹幕上不知何时 统一成了一句 真相不会被泯灭 正义是杀不完的 在目击证人的作证下 高家父子终于在监狱相遇 一个贪污犯 一个杀人犯 死期临近 父子刚好作伴 伴随着高子昆的执政 大伯母家的四个儿子 也跟着没少干坏事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一次 大伯母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他曾经连生四个儿子 是被村里人吹捧的 可以进祠堂的功劳 如今四个儿子都摊上官司了 倒是唏嘘极了 爸爸的身子越发不好了 他现在已经算是半摊 我一回来 就会帮着妈妈 给他擦身按摩 干完那一套 伯瀚已经失了衣襟 电视上播放着央视的新闻 讲述着孙海洋的漫漫寻子路 夜晚 我妈没有再接我弟来的钱 我跟新村长说了你的身事 有空你去录个指纹 我不去 家里本就是穷乡僻壤 买也只会买男婴 我几乎确定了自己弃婴的身份 小韩节气 只有真想让孩子死的父母 才舍得丢弃 毫无怨恨的爱太奢侈了 我的情分有限 只想留给真正的家人 咋地 你还要吃我一辈子啊 不顾妈妈那嫌弃的眼神 我从后边抱住了他 谁叫您捡了我这条小流浪狗 就得管我一辈子 妈妈嘴上依旧骂着人 对我的时候一点力都没用 去去去 大暑的天 黏糊死个人了 我装傻不听 又黏了上去 妈妈则称怪着起身 顺便还拿起了我刚吃空的饭碗 她一边走 一边自言自语道 哎 真是个怨种 当初怎么就捡了个你回家呢 养母番外事啊 当初怎么就捡了她回来了 说到底还得怪我那个傻儿子大鼠 大鼠是我疼了三天才生下来的娃 抱着她还没来得及 站在大嫂面前硬气一把 村里就发了地震 刚会哭的孩子被我捂住了口鼻 拖着才生丸的身子 随着大流往外逃 孩子和我的命都保下来了 就是这孩子 好像跟别人家的有点不一样 人家的孩子会哭会喊会饿 我这个儿子只会乐 睡醒了也不哭 只有乐 村里有人逗愣孩子 问他傻乐什么 我哪知道 我又不是个傻子 大鼠四岁那年 城里的医生确诊了他的异常 应该是大脑缺氧造成的 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 至于以后你们就看造化吧 大夫不能骗人 我亲爹也是去照了几个片子 回来就倒下了 城里人说他肚子里长了瘤子 快死了 我爹走的时候 大鼠还是不会哭 灵堂上他格外扎眼 我只得死了命地抽他 大鼠只是被打跑了 不是被打哭了 去城里看病的时候 我见过和他类似的孩子 有的比他还糟 有的比他要好 那些母亲红着眼跟我说 如果他们自己都放弃了 娃就该死了 之后的日子 我很下了心 我开始逼着大鼠学说话 学认字 认字始终太难 但是至少大鼠会说话了 又过了一年 大鼠陪我去给我爹上坟 正赶上小寒天 大鼠还是乐呵呵的 河堤处传来浅浅的哭声 一开始我还以为听错了 大鼠耳朵贼 步子更快 他喜欢打刺溜滑 一点也不怕冬天里的冰河 鼓动了一会 大鼠竟然抱着一个长条条的 小布包上来了 妈 底下有个 有个娃 婴孩抱着红色的小背 嗓子已经哭哑了 他的小脸边塞着一张字条 歪扭地自说着孩子的性别 是个女娃 求好心人能收养 大冷的天 这哪是要送养 是准备要了这娃的命啊 我去敲了好几家的门 他们本来兴致勃勃 一听是女娃 就都又推托着说不要 实在不行送村上吧 过几天正好有市里的来下相扶贫 正好叫他们给带回去 市里的领导 他们真的会来吗 我问 那我就不知道了 文言 我叹了口粮气 朝着村上走去 大鼠像是忽然就听懂了话 他一把抢过了孩子 母子连心 我也懂了他的意思 儿啊 咱养不了 咱家没钱 就算有钱妈 还要给你留着瞧病呢 你听话 把娃给我 苦口婆心地劝说 劝不动执拗的五岁傻儿子 没办法 我只能一脚踹了他 趁着他吃疼 再去抢孩子 经过我一年多的训练 大鼠已经知道疼了 他会松手的 就在我准备去抢孩子的时候 我看见大鼠的脸 泪痕挂在他的脸上 傻笑终于没了 妈 妈 留下他吧 大鼠 你不懂 这是个人 不是条狗 养了他 就得给他吃喝 护着他一辈子的 我们母子谁也拗不过谁 没了劲的我再也不想 跟一个不会哭的傻孩子 降下去了 对了 我怎么把这茶忘了 大鼠 你想留下这娃 你就哭给妈听 你哭得越大声 我就留下他 这孩子留不得 我需要一个借口 让我能忘了良心送走他 天空挑了雪花 今天是小寒 寒天雪地里 大鼠终于哭了 他哭得撕心裂肺 唤我抱着孩子傻笑着回应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我记得带来的 我记得带来的